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有规定 导盲犬是不能和您一同入住的呀 可是国家规定导盲犬是可以把您入住的呀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咨询了一下 本市确实没有这样的规定了 这里不是中国吗? 怎么国家的规定都不好使啊? 女士,我们帮您咨询那家园区 是不让宠物进入的 而且您是没有办法和宠物一同就餐的 打住打住打住 我再重申一遍啊 我这不是宠物,是导盲犬 Double Kill 9月26号在珠海长龙度假区企鹅酒店 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18号凌晨珠海长龙度假区在官威致歉 刚才我们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情景 小小的秀了一下演技 虽然酒店方面已经道歉 但酒店工作人员之前的态度和做法 真的是 要知道导盲犬是工作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建保障法第58条明确规定 忙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并据2012年8月1日起实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第16条规定 事例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部分服务人员对法律意识的淡薄 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服务行业人员的法律普及 特别是公共场所工作的人更应该加强管理严格培训 其实我们有关部门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对残疾人士的保障 根据今年发布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更是强调了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涉及到了生活工作教育等各个方面 既然都有了政策和法规给导盲犬们亮了绿灯 那么他们所到的公共场所就应该畅通无阻 行使他们的导盲犬 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加强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 关爱支持残障人士 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想站在阳光下 拥有自己的人生 跟我们一样独立地去工作 去聚会 去旅行 其实说白了呀 残疾人身上的缺陷不能成为我们有色眼镜的镜片 所以以导盲犬为借口 真的就是大可不必 是啊 其实这只被挡在酒店外面的导盲犬 就是对待残障人士的一个缩影 国家和企业的种种措施 都是为了残疾人的基本权利 作为公民的我们 应该换位思考 多一些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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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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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